这个在这个前面是 这个标题是讲到什么呢 说是这个论道以巴比伦的预言 这个当讲到说 就讲到从神那里得到的末世 或者说神域 都是讲到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信息 这个跟耶路撒冷城相反的 相对的 在启示录里面把巴比伦成为 描述成为一种 它作为一种代表 从这为一个比喻成为 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的一个集散地 我们查过启示录 在第17章的第5节 这个17章的第5节 在启示录17章第5节说 在他额上其有名写着说 奥密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谋 所以当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 它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代名词 是象征所有我们所说 所讲的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罪过的这个集体 所有的 and then it shows up all over the place 那么这个罪是到处都可以 地利可见 how many of you listen to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Jack Layton 我们中间不知道大家 有多少弟兄是听了这个 Jack Layton的 这个在多多多的这个 这个纪念会 悼念会 well I didn't listen to it but I didn't listen to it but from what you folks have said and what Michael has said it was a terrible sign 我们 我和洛克弟兄都看了 看了 听了以后 这个尤其是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牧师 那他讲的实在是太热心了 explain a little bit 大概意思是讲到是说 他反正本身 路克顿弟兄也看到 这个人是一个是一个同性恋 他是同性恋武士 然后呢 他在这个台上讲了三四十分钟 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耶稣的 从来不提主的名字的 第二 根本不讲圣经的 就是在那里大段大段的 读Jack Layton所讲的话 他所行的这个伟大的事迹 他的好性 反正是讲了一大堆 最后他是 这个非常的用亵渎神的方式 他说 这个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 这个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要送给他一句话 这个字是什么呢 他是说你是一个良善忠实的仆人 大家还记得这个话只有上帝对他的圣徒 我们对那忠心的仆人所讲的话 但是这个牧师 他在那里宣布 Jack Layton 是这个良善忠实的仆人 像这样的 都是非常的谢主神 这是我们这个很多 我看了以后 反正非常的难受 这里面从来不提耶稣的名字 这个牧师本身就是个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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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到 我当初看见各种各样形式的罪和恶 但是当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 是意思是所有的罪和恶 都在这个大城里面可以找到 意思是他就成为罪恶的象征 所以我们看来 这些人说到他 我们会看到 这个信息 神在他给他 我们讲到圣经的预言通常是 不但是在近期内要应念一次 他在远期也要应念一次 所以这里同样的 关于以赛亚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末世 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的时候 也是要有两次 一次是在当时不久以后 还有一次就是要在末世 尽管我们讲到是说好像是讲巴比伦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知道 这是讲到全人类的事情 在第十四节又讲到这个实际上是里面讲到了 不但是讲到巴比伦 实际上也是讲到撒旦的最后的这个堕落 所以十三四节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世界上的最后 然后神要如何处置处理这个罪恶 大家要记住当时的场景 就是以赛亚亲眼目睹一个完美善良成全 一个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 然后以赛亚自己又身处在一个充满罪恶强暴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 他总是强调一件事情 尽管世界的罪恶是亲族难输 但是上帝掌控一切 不是罪恶掌控一切 在这个第十五节讲到是说他们从远方来 从天边来这些有很多大国人人民一起来 然后干什么呢 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怒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 Now they have been lusted to execute God's anger against Babylon 他们这些人被耶和华呼召来做什么呢 他们是要来执行耶和华对巴比伦的愤怒 They are God's instrument of indignation 他们是对神的他们是神手中的兵器用来刑罚这个巴比伦的 You can see here how God is using nations to do his will 我们现在看见神也可以利用世上的这个君王和列国来成就他的旨意 See God wanted Isaiah to warn the world that sin will bring a similar result 这个耶和华很显然在这个地方用意是什么 借此来通过耶和华跟这个以赛亚告诫这世上的人 我也要什么我也要惩治这个罪恶 Se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remember 所以这是对我们后世人讲的 Sin is going to bring a result like these things God is talking about in this prophecy 如果在这个预言里面神讲到将来要重重地惩罚巴比伦的话 那意思就是神要重重地惩罚我们身上的罪孽 See there is coming a day of retribution 在这个将来将会有一个大总算账 要算总账的时候 And here we see Babylon is as an example of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the whole world 另外神也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结局来告诉人 最后全人类全世界的结局将要有同样的下场 And God will keep using nations to punish nations 那神也一直会利用这世上的这个列国来刑罚另外一些这个世上的列国 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God uses physical catastrophes 神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些天灾来刑罚这个列国 And like there is great in Japan 比方说在日本的这个大吉镇 And but when he has a something greater A greater punishment He will send another nation to punish them 有的时候天灾不足以警醒惩罚这些国民的时候 他就会兴起他们的这些强敌的灵活 来攻击这个国家使得这个国民受到惩罚 And in 13 verse 6 it says that when these punishments come What the people feel is despair 那在第十三章的第六节是告诉他们 当这些毁灭日子临近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 他们将要处在绝望中哀号 And in 13 verse 7 And now we look at verse 7 然后我们看第七节 And it says here Therefore all hands will fall limp And every man's heart will melt 在第七节说 所以人的手都必软弱 人的心都必消化 See the day That day will bring complete destruction 因为那日子到的时候 将会是我们全部完全的毁灭 And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Babylon 这个巴比伦就这样 他是完全的被灭绝 The purpose of that day is to exterminate sinners from the land 这样的一个用意 是要最后把那一个邪恶之地里面的人 斩炒出根 Now we can see here That the message not only covers what will happen to Babylon But also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time Call the day of the Lord 所以这个结局是如此的重要 论到巴比伦的预言 因为巴比伦的结局就是象征 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讲说主的日子 那是同样的日子 当这个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这世上的罪恶和罪恶的民都要被斩炒出根 在第九节大家看见说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And then you go down to verse 10 And it says For the stars of heaven and their constellations Will not flash forth their light The sun will be dark when it rises And the moon will not shed its light 你看第十节是多么的可怕 它说天上的众星群秀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就变黑暗 月亮也不发光 Now What happened We see here that the message Not only covers what happened But also will happen to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time Call the day of the Lord It says here The stars of heaven and their constellations Will not flash forth their light The sun will be dark when it rises And the moon will not shed its light 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九第十节 就是圣经里面比比皆是讲到 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主的日子 都是指最后那一刻来到的时候 那个全地整个天地都要变色 整个罪人将要被除灭 Now look at Revelation 6.12 如果我们对照看在《启示录》的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John in the Revelation given to him concerning the last days saw this in a vision 我们在看到老约翰在《启示录》的六章十二节里面 看见了这么一个意象 When he broke the sixth seal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And the sun became black as a sackcloth made of hair And the whole moon became like blood 大家看见在第十二节说 当天使揭开第六章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成雪红 天上的星辰都坠落于地 You see both Isaiah and John speak of the same thing 我们看见以赛亚书里面的先知以赛亚 和启示录的先知这个玉汉讲的是同一件事 Although in the time of Babylon's destruction by Darius the maid The sun did not become dark 尽管是在其他的场合有什么的时候 但是他的太阳不过变黑 Isaiah extended the portrayal of the elimination of sin to the last days 但是以赛亚这里明显神对他的漠视 是把这么一种对这个罪恶之称巴比伦的刑罚这件事情 一直延展到世界的末日 把他整个给他照样套到这个世界末日的主的日子那天 So Babylon's destruction and the day of the Lord speak about the same thing 所以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 旧约里面的讲巴比伦的这个结局 和新约里面讲到的这个世界的结局 是同一副景象 And that sin will not be allowed to exist forever 所以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在这个罪是永永远远当中都不被允许的 它要被永远的更除掉 It has to be destroyed and it will be destroyed 所以罪和罪人将要被完全地处灭 被毁灭 而且是永远被毁 And this elimination of sin will be ruthless and complete 而耶和华出手来处理罪的时候 那个手是绝不发软 那是手下不流行 对付罪恶 耶和华是全力以赴 No sinner will escape the hand of God in that day 没有一个罪人可以从上帝的手里脱逃 John saw the outcome when Jesus returned to earth to do battle with Antichrist 我们知道这个老约翰看见这个异象 当耶稣回来跟敌基督做最后大决 Look at Revelation 19 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第二十和二十一节 And this is what John wrote The beast was seized and within the false prophet These two were thrown and then left a little bit out of there These two were thrown alive into the lake of fire And then left another bit out And the rest of his army were killed with a sword which came from his mouth 大家看见在第七十六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里面 都有一部分 他意思说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行歧视的这些假先知 同兽一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硫磺的火鍋里 其余的被骑马走柯里出来的剑击杀 Now go down to verse 17 in chapter 13 of Isaiah 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 Then Isaiah comes back to the present 然后以赛亚话锋一转又回到他当时的这个场景 And tells what nation God is going to use to destroy Babylon 他预言说什么国家要来攻打这个 被耶华利用来攻打巴比伦 It is the Medes as he had mentioned in verse 5 他在第五节就讲到的 在第十七节又讲 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 He said the army was coming from a far country 在第五节说他们从远方来 从天边来 Now Media was far to the northeast of Babylon 这个马代人跟巴比伦是差得很远 他们是在他的这个西北方向 Now Persia was Babylon's neighbor 这个波斯是巴比伦的邻国 But Media and Persia had joined together to become the country of Middle Persia 大家读历史了就知道 后来是马代人和波斯人联手成为马代波斯帝国 But when they attacked Babylon It was an army of Media under the king Under King Darius that conquered Babylon 这个大家知道后来是 实际上是马代人的军队打败了巴比伦 他们的军队最终是征服了巴比伦 And killed King Belshazzar 然后把巴比伦的王杀死 Let's look at that 大家知道这个是国提沙沙 在丹义书的第五章就讲到这一段的历史 And you'll find 28, 30 and 31 战义书的第五章 And you'll find 28, 30 and 31 The whole story We'll read from 25 down From 24 down 从第24节我们开始看 在丹义书五章24节朝下看 See Belshazzar was having a feast And drinking wine from the cup city That Nebuchadnezzar had brought from the temple into Jerusalem 大家知道这个勃莎莎是尼布甲利萨的儿子 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大白宴席 他用什么呢 用他爸爸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拢来的那些耶和华圣殿里的圣物 在那里这个饮酒做的 And he was praising the gods of silver and gold and bronze and iron and wooden stone 他不但是在用这些器皿饮酒 而且他还赞免那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And then the hand was sent from him And this inscription was written 然后在第24节是看见说 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 You see Belshazzar and all these people were sitting there And all of a sudden they saw up on the wall a hand And the hand was writing on the wall 大家知道这个场景是非常的惊人 吓死人的 是他们在那里映酒做的 突然看见这个墙壁上有伸出来的手指就在那墙壁上写字 Now verse 25 Now this is the inscription And that was written out Mini Dekel de Farsen 这是所写的文字 这个文字是 迷你迷你提克勒和无法而兴 And then Daniel is giving the interpretation here 现在这个戴伊里就给他写这个 讲解这个字什么意思 And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ssage Mini God has numbered your kingdom And put an end to it 讲解是这样 Mini的意思就是 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 Tekka You have been weighed in the scales and found deficient 这个提克勒的意思就是 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Paris Your kingdom has been divided And given over to the meats and persons 然后呢 彼勒斯的意思就是你的国要分裂 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 Then you go down to verse 30 然后他到第三十节 That same night Belshazzar the Catalan king was slain 在第三十节说 当夜 加勒底王 就是巴比伦王 搏杀被杀 So Darius and me received the kingdom And about the age of 62 所以马代人大利屋年六十二岁 他就攻取了加勒底王 So you see many years before Daniel Isaiah already said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the media that was going to do it, not Persia 大家知道 Isaiah是在但以之前大概一百五十年 他就已经预言说 这个是马代人不是波斯人将要攻取巴比伦 But you look down to verses 19 to 22 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的十三章的回到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 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 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 And Babylon, the beauty of kingdoms, the glory of the Chaldean's bride Will be as when God overthrew Solomon and Gomorrah 在第十九节说 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迦勒底人所倾夸的华美 必像神所倾富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It will never be inhabited or lived i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他说其内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No will the Arab bitches tint it 阿拉伯人也必不在那里支大帐篷 No will shepherds make their flocks lie down there 他说牧羊的人也必不使羊群卧在那里 But creatures will lie down there And their houses will be full of owls Ostriches also will live there And shaggy goats will frolic there 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 咆哮的兽满了 房屋、鸵鸟住在里面 野山羊在里面跳舞 And hyenas will howl in their fortified towers And jackals in their mysterious In their luxurious balances Her faithful time also will soon come And her days will not be prolonged 他说 财狼必在他宫中呼号 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 巴比伦受罚的日子临近 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And so Isaiah said that the beauty of the kingdoms was destroyed And Isaiah said it would not be inhab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大家要注意这里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 是在第19节到20节说 巴比伦他尽管以前是列国的荣耀 他有他的华美 但是呢 他说第20节说 在其内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He said the Arabs will not preach his tent there 他说甚至连阿拉伯人那些游物民族 都不会在他里面支搭帐篷 那些牧羊的人甚至都不会使得羊群到这个巴比伦城的地方去牧羊 只有那些野兽在那里起见出没 我看过很多的报告 就是那些去看过古巴比伦遗址的 如果你今天去访问去看古巴比伦的遗址的话 你看到的景象就跟这里所写的一模一样 尽管阿拉伯人当中有很多的游物民族 他们是到处为家四海为家 走到哪儿 就知道帐篷到哪里 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敢到古巴比伦城的遗址里面去 大家知道自从以赛亚说了这个预言 到今天已经是两千七百六十年 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从来就没有改过 我们现在再到第十四章 第十三节是以赛亚他把以色列再次的带进来 所以他这里是做了一个差页 大家在读以赛亚说的时候要了解 就是他的中心思想 他讲预言的对象是以色列 所以他讲这些很多的预言 实际上都是要什么 都是要围绕以色列来了 这个第十三章 关于对巴比伦的预言 实际上是反映了 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怜悯 他是借以赛亚的口 告诉以色列人说 我要如何联名里面施恩于你们 因为我惩罚巴比伦 实际上我是向你们施恩了 他应许说我要联名你们 我要把你们带回 而且在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上 你们要安置 然后以色列将要被高举成为万邦当中的荣耀 尽管以色列一直在讲 这个以色列将来要得的荣耀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了解 就是他无论是讲以色列当时被神所救 一直到以色列最后得荣耀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没有一件事情以色列可以自己值得夸耀的 你看他在第14章里面他记载了一首诗 这首诗歌是论到巴比伦王 他是讲到那个压迫以色列的巴比伦王最后的下场之上 而且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 怎么样被最后被耶和华刑罚了 你看第五节说 他说 现在全地就得安息享平静 人皆发生光顾 他在第八节说 连树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 他说自从你扑倒以后 自从你死了以后 再没有人上来砍伐我们了 然后在第九节说 你吓到阴间都因你震动来迎接你 他这个话在说什么什么意思呢 这个以赛亚为什么要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明白了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阴间大家知道 这个阴间大家知道 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个Ying Rogers 这个大小声音 那些死了的人先去的地方 他自己在講什麼呢 因為伊撒亞寫的這首詩是講到說 因為巴比倫王和巴比倫的人被殺了以後 有很多人都要下到印間去了嗎? 印間就非常高興 因為有新的人要下來了 大家記得在福音書裡面講到說 拉撒路和那個有錢人的這個婦人 這個財主死了以後就下到印間 但是拉撒路就在亞伯拉罕的懷裡 大家還記得這個故事 那他在什麼地方呢 他在那個火中受煎熬的那個財主 但是拉撒路不同 拉撒路是在亞伯拉罕的懷裡 大家記得耶穌臨死前跟那個向他求告的那個強盜說 他說今天你要跟我同在樂園了 所以很顯然聖經講到說 樂園是指那些一人死了以後 他們所聚集的地方 那我的妻子Doris就在樂園 但是這些巴比倫人 惡人 巴比倫王這些人是死了以後 他不是去樂園 他們是在陰間聚集 然後第九節的後半節說 又因你驚動在世成為首領的這些人的陰魂 並使那成為列國君王都離位站起 所以他這裡是用一個非常形象化的個人化的描述 把這個陰間描寫出來 你看他在第十一節說 他們就是這些英魂也要發言 對王和巴比倫人說 你也要變為軟弱像我們一樣嗎 你也成了我們的樣子嗎 你的權勢 你的威勢 和你情色的聲音都下到陰間裡 你下鋪的是蟲 你上蓋的是蟲 這很可怕 他說 你下面鋪的是蟲 上面蓋的是蟲 他非常用形象化的語言描述了將來這些惡人下到陰間以後 將要面臨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慘烈的狀況 但是這首詩歌儘管是在講他們 但是從中沒有透露出說以色列人自以為驕傲的這種自誇 因為他們知道不是以色列人的貢勞 因為巴比倫所遭遇的領到巴比倫的刑法 不是以色列人的作為 是以色列人的作為 是以色列人的作為 And even here Where they take up a taunt against Babylon It is only a poem that tells what happens to Babylon 儘管他們現在可以什麼呢 可以嘲笑 可以譏諷 甚至表達一種高興就是巴比倫背刑法 但是他們也只能什麼 他們只能夠寫一首詩來表達他們心裡的感受 See it does not say what they did to make it happen 你看他這裡沒有一個字一句話講到說 是他們做了什麼巴比倫人 巴比倫才承受這樣的一個刑法 And it was all God's doings 所以完全是以色華的作為 And if you know the story They didn't do this, they didn't do anything 如果你知道人這個歷史的話 帝國興衰史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巴比倫的滅絕 根本就跟以色列人毫無相干 Middle Persia came in and conquered Babylon 是馬代波蘇人進來以後征服了巴比倫 And then after Babylon was destroyed Then Cyrus the Persian passed the law That the Israelites could go back to Israel 是馬代波蘇人攻占了巴比倫 把他們滅掉了 然後又取了巴比倫殖民地以色列 然後波斯王才下命令說 你們猶太人可以重返故土回耶路撒冷去 Now in this poem The continuation of it The continuation of it later on God showed Isaiah What caused the one who brought all this evil into the world to fall 在這個以色亞書第十四章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 一個細節就是什麼呢 以色亞講就是神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讓那一個曾經畏懼高位的從天墜下 他在這個十四章的第十二節講了一段驚人的話 He speaks of one who falls from heaven 他突然講到一個從天上墜落下來的 He is called the star of the morning 他說那是早晨之星 那早晨之子 Sun of the dawn 他是早晨之子明亮之星 Now people do use flowery language When describing a great and revered leader 這是用很多時候 是用這樣的名詞來形容一個非常卓越的 瞭不起的一個領袖 Just like that bastard We're talking about Jack Layton 就像那個同行年故事在那裡 極盡意美之詞讚美這個Jack Layton一樣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 said to my mom when he died 我不知道毛澤東死的時候 不知道中國的老百姓是怎麼樣歌頌毛的 You possibly heard that You already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我們從中國大陸來的人知道 至少我們把他捧到天上去 People use flowery language And at funerals 人常常是在人的葬禮上 用一些非常動聽的話來讚美已經死去的人 But what Isaiah says about this one Makes a sense that this is not a person 但是呢 伊撒亞說在第十二章講到了這麼一段 第十二節下面 講到的這個人好像不太像是一個 具體的一個地上的一個君王 It is not a person that he's talking about 他不是在講這個一個人 Because the boasting of this one over reaches what any proud man would say 因為這個人所誇的 這個人所曾經到了一種極高的處 是一般普通人不會說 也不會用來形容一般地上的普通人的 He says I will ascend to heaven 在第十三節說 你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去 I will raise my throne above the stars of God 他説我要高舉我的座 在神的重心之上 I will sit on the mount of assembly in the recesses of the north 你看他狂到什麼程度 他說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 在北方的極处 He was talking about outside of this earth 他很顯然是在講到超越這個宇宙 超越這個全地 超越到一個重心的最高處 He was not talking about any location on earth 他絕對不是在講到我在地上哪個地方 我在什麼地方坐王或者什麼 他不在講這個地上的一個具體的一個位置 Because he said I will ascend above the heights of the clouds 他在第十四節說我要升到高雲之上 And then he says I will make myself like the most high 你看在第十四節露出馬角來 他説我要於至上者投降 You see this one was talking about He was talking about heaven And stating his desire to be there And be as great as the one who was there 你看這幾節行為暴露出他的真相 真實的身份 你看他從第十三節說他要升到天上 要高舉他的寶座超越上帝重心之上 然後呢到第十四節說我要與至高者通道 Now people a man might call himself God 這個地上會有神經有問題的這些狂人 他會把自己當作像一個神明一樣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ve done this 這個有一些皇帝是這麼很狂妄的 是有這樣的人 But never do any of those things say that their throne is outside of the earth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君王說我厲害 我的寶座不在紫禁城 我的寶座是在天外天外天外天的最盡頭 在天上最高處他們從來沒有 大家知道這個敵基督會說 我的寶座跟神一樣 但是敵基督將要把自己的寶座建在哪裡呢 建在耶路撒冷 大家記得在鐵沙洛人家前述的第二章第四節 大家記得在鐵沙洛人家前述的第二章第四節 See if I can find the place here 鐵沙洛人家 第一章第四節 第二章第四節 第二章第四節 大家记得在《铁撒路语教》后述的第二章第四节 就是讲到他自己要把自己高举一直到跟上帝同等的地位 所以这里以赛亚书在第十四章讲到的这个东西呢 他是要把自己高举到更神同等的这么一个高度 所以这里实际上是这个真实的身份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中十二节开始讲的 这一个东西的真实身份就是撒旦 撒旦妄想自己跟神一样 当然以赛亚后来接着讲到底 这个撒旦的企通了梦想 他不会变成真 他也看到在第十六节说 在第十五节说 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在启示录里面神给我的启示是说 当撒旦被捆起来以后 就要扔到无底坑里面去 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 就是随着撒旦被扔到无底坑里面 世界上的这些灾难 这些的祸患也都要随之而去 人的灾难和这个罪恶和这些苦难 都是从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他的最终的结果是在上帝的时候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要牢记这个事实 我们在世上若是有苦难 我们有征战 有逼迫 我们心中要有数 尽管是撒旦的工作 撒旦的权势 撒旦的攻击 但是神高于撒旦 撒旦也在神的手里 在第14章的后面 讲完了这个插曲以后 从14章前面是个插曲 讲完插曲以后 他接着后面讲到说 那些跟随撒旦的人 神要怎么处理他们 因为神前面就要处理 撒旦是这样处理 那些跟随撒旦 自己愿意被撒旦控制 这些人神要如何处置 你看这个世上受撒旦控制 跟随撒旦的人 他们想要操纵人类的历史 和社会的走向 使得撒旦的这个意志 可以得到这个实现 我这个上个礼拜去 在美国的时候 我看见很多角落里面都有警察 这个撒旦当然就非常不喜欢 像创世纪公园那样子的地方 那这种博物馆 撒旦恨之入骨的 所以那些有恐怖意图 有这种强烈敌意的人 撒旦会激动他们 他们想要去毁坏 想要去攻击 这样的神所用来造就教会 来开人眼睛的 这样的一些创世纪的包裹 我们然后看见在十四章里面 就讲到不但是十三章的巴比伦 而且在十四章后面讲到 亚述和菲利士的这些预言 都是指什么呢 巴比伦也好 亚述也好 菲利士都是跟随撒旦 那耶和华说 我不但要对付撒旦 我要对付跟随撒旦 被撒旦所用的这些恶人 所以当我们跟人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要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要告诉人说 如果神的救恩福音传给你 神的救恩领导你 你已经听明白 你已经搞清楚了 你若还要跟随撒旦的话 这就是跟随撒旦的恶人的下场 我们读这些预言 读圣经里面的这些故事 不是白白读的 读了以后 我们要知道 如何地在这个地上活 神 讨神喜悦的这个人生 尽管在这个世上确实有一个 实实在在的 一个非常活跃的 一个邪恶的势力 不停地是想要 诱惑和毁灭我们 而且他们是这种邪恶的力量 是要引诱我们 去活一种 抵挡神 亵渡神的这种生活 就像我们在背诵的这一节 弟兄们在背的约翰一书 一到十节里面 其中第四节的经文讲到说 小子们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其实说圣了这些邪恶的势力 因为在你们里面的 比在世界上的要大 尽管是有撒旦和他的邪恶势力 在这个世间仓皇 但是大家要牢记一点 就是神的能力 无所不在 神的能力是至高的 神是驾驭和控制 撒旦的和他的邪恶势力 没有神的允许 他不能做什么 这个以色列的神 也是我们的主 祂是掌控一切 祂将来要完全地 除灭 铲除这世界上的罪和恶人 这个除灭和毁 这个毁灭 铲除罪恶的事情 唯独神可以做 也只有神可以成就 我们当中没有人说 哎呀我把罪恶毁了 我把罪恶铲除了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做 铲除罪恶的事情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是帮助神 在神的帮助之下 我们从火中取利 在火中把人搭救出来 这就是耶和华 借着先知以赛亚 想要讲给 以色列人听的 这个先知的信息 大家听到今天的课觉得怎么样 这个撒旦之所以犯罪是什么原因 或者说我们换句话说 撒旦之所以会智慧撒旦 是什么原因导致撒旦变成撒旦 今天的课里面就讲到 撒旦之所以变成撒旦是什么原因 小带是什么 他想要复免神的房子 他不是想要取代上帝 而是说他要跟上帝同等 在天堂 在天上有上帝的宝座 上帝就在宝座上 耶稣在宝座上 那个时候天使长 撒旦叫做路西佛 他就看着耶稣所做的这个宝座 口嘴不停地躲下来 所以我们换句话说 撒旦之所以变成撒旦 撒旦的罪是什么 他的野心和他的这个骄傲 或者说我们更准确地讲是 他的骄傲导致他对上帝的宝座 深有野心 最后他堕落以后 他当成为在这个世上 最恶的源头 如果有人任凭自己 心甘情愿地跟着撒旦走的话 将来就要跟撒旦一同 在永恒的火火里面受苦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要谦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化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都是 撒旦军队里的一员 我们都是撒旦的儿女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神把我们从撒旦手里救出来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看旧约里面 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 通常有一种 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预言通常是 他先讲到不久以后 要发生的这个事 然后这件事往往是 在很远很远的以后 在漠视的时候 在靠近最后的审判 就是世界终了的时候 他往往再应验一次 而往往这里面有几个元素 像这样的一面 第一通常是讲到罪 然后第二个元素往往是神 那么神对罪是怎么处理 神对罪是什么看法 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 这通常在这些预言里面 我们都能找到这几个主要的元素 我有个问题 I have a question 明亮之星和早晨之志 这个不是专业名词 它就是形容的 只是形容的 OK Verece 12 Chapter 14 14 14 It's calling Satan as morning star sun of the dawn Is that a specific name reserved for Satan? 从中我们可以看见至少第一 就是上诞曾经被造是一个大力的天使 很显然他是一个在所有众天使当中 他是最为大的一个天使 而且他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众